黑衣男走进银楼说要买金饰 老板娘拿出了两条项链 再拿了一块金锥子出来 男子右手拿着这一块佛祖与恶魔同体 被称为一念之间的黄金锥 嘴上却说要再看另一款金饰 趁老板娘转身的三秒钟 她火速将手中的金锥放到自己口袋 接着还说要看其他的 在改口说钱不够要去领钱 人就一去不回头 短短60秒 偷走了4万多元的黄金锥 银楼业者发现金锥被偷 赶紧报警 同时也在群组提醒同院小心有贼 果然他不止偷一家 嫌犯偷走了金锥子后 搭上计程车 在50公尺外下车 又走进另一家银楼 一样说要买金锥 但这回没偷成 这老时候买东西给他妈妈 就相片跟锥子两样 他说要把我们的东西 他就学老时候去领钱的 就没回来 对对对 就是惯犯 就每一间银楼 今天就跑了好多家 其他银楼业者说 这名黑衣男在前一天 6月6号 就在台中大甲跟大雅区出现过 群组都有传 没想到窃到范围这么广 一下子又到了大理区来 摸走了金锥子 警方接获通报 掌握偷金贼 是一名大约50岁的寄姓男子 他在大理屠城路偷窃得手后 先变卖黄金 接着又搭小黄桃义 上台74线快速道路 转过到4号 在下交流道往台中港方向时 被警网通知的 武器所远警 拦车逮捕 偷走的金是 在第二间银楼做变卖 那得手43400元 一念之间 一念成佛或成魔 警方说 从他偷走的这块金锥 也验证了善恶到头中有报 而且还是不到两个小时 就被逮捕的县世报 TVBS新闻 陈淑贤红 采访台中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